知道你们一天 终于看到了 贺洪玲和春生的问题已经爆发出来 一个是妥妥的现实主义者 一个是纯粹的理想主义 两人追求的东西不一致 贺洪玲追求物质无可厚非 喜欢面包就选择叶国华 可他不应该太贪心 两个都想霸占着 享受着萧春生浪漫的爱情 又放不下叶国华带给他的物质待遇 萧春生走到哪里都会发光 贺洪玲觉着他太过张扬 叶国华表面上不说什么 早已跟萧春生有了隔阂 萧春生依然对兄弟掏心掏肺 排雷的过程中遇到危险 本来那个被炸的应该是叶国华 萧春生用脚踩着雷 叶国华才逃了出来 春生的双腿被砸伤 很可能永远也站不起来 叶国华却心安理得地拿走了战功 贺洪玲觉得自己没办法再爱了 在萧春生最需要他的时候 残忍地提出了分手 那是萧春生最难熬的日 小梅来到萧春生身边 以朋友和医生的身份陪着他 鼓励他积极康健 接受针灸治疗 萧春生走出情商 靠着强大的毅力 重新站了起来 简直就是大家心中的传奇人物 不能再当兵 他就专心搞事业 小梅支持他的决定 一路走来 两人的心靠得越来越紧密 萧春生打算向小梅表白 后悔分手的贺洪玲突然出现 约萧春生在时差海见面 这个女人是要求复合 萧春生自然明白她的意思 所以牵着小梅的手去赴约 以女朋友的身份介绍给贺洪玲 绿茶贺洪玲还真是被狠狠打了脸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永远不在了 就让贺洪玲后悔去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